大家我们想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主要受到北方的冷高阳南下 以及微弱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在银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 云浪稍微比较偏多 也有一些短暂正雨 甚至一整天都是有点湿凉的感觉 西半部的话天气就比较稳定 那么预计明天开始 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 所以整个西半部 包含北部天气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好转了 但是东半部 尤其在山区还是要注意云层 还是比较偏偷 还是会有正雨的发生的情况 我们从卫星云层下面可以看到这波冷高阳的位置 目前是在长江口附近 那么其实它是属于一波比较干冷的空气 只是在冷空气的前缘 还是有一些比较浅薄的云气跟水气 在昨天晚上南下之后 随着东北风跟我们银风面地形校院的影响 加上有这些水气 就造成我们银风面的北部 东北部跟东半部 云层稍微比较偏厚一点点 所以今天一整天都是有点阴沉的感觉 那么在山区也是有这个降雨 滴滴答答的下个不停 那么预计明天开始 随着北方的冷高压逐渐往东边移动之后 东北风会稍微减弱 我们台湾附近的这个水气量 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减少 在西半部的云风面 天气都相当的稳定 东半部的话云层还是比较偏厚 那么预计明后两天天气会逐渐好转 但是在后天也就是礼拜三的下半天 可以看到将会再有一波比较强的冷高压南下 那么预估这波冷高压的前缘 也是会带来一些水气 那么影响的时间点会是从礼拜四开始到礼拜六 那么主要水气量比较多的时间点是在礼拜四 另外就是在礼拜六的下半天开始 所以大家提醒大家要注意 这个礼拜有两波冷空气南下 第一波就是在今天 那么另外一波是在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 那么一直到礼拜六的下半天 随着冷空气减弱之后 天气才会逐渐好转 但是虽然会回温 不过还是要注意降雨的情况 来看一下外期天台湾下雨的情况 明天降雨会比今天缓和许多 就在一方面尤其是在东北部附近 还是有一些这个云层比较偏厚的情形 有一些短暂争雨 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水着下一波 这个冷空气南下 冷空气前缘的这个水气影响 可以看到北部跟东北部 然后东部云层是比较偏厚的 那么下雨的情况可能会跟今天是比较类似 礼拜四降雨会缓和 礼拜五几乎都只有在北部跟东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云层是比较偏厚 所以礼拜四跟礼拜五的降雨几率 整体来说是稍微比较偏低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外期天的风的情况 也要提醒大家注意 今天东北风是有稍微增强 明天东北风逐渐减弱 转成越偏东北东风 那么预计在明后两天 风数是比较微弱 但是在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 随着下一波东北风比较明显增强的影响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沿海地区的风浪 又会逐渐的变大了 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空气品质 因为明天开始东北风会有稍微减弱 所以在我们中南部 因为扩散条件不佳的影响的情况 所以还是要注意 悬浮微粒的浓度值可能会稍微偏高 另外在礼拜三的下半天 下一波东北风比较明显增强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可能会有带来一些境外污染物的情况 在银封面的北部东北部 还有沿海地区要稍微注意 悬浮微粒的浓度值 可能也会有稍微提高的情形 来看一下外污染物的北部的天气 基本上明后两天 降雨几率是在逐渐的降低当中 但是云层还是比较偏厚 那么在礼拜三的下半天开始到 礼拜四要特别注意 降雨几率会稍微提高的情况 礼拜五到礼拜六的上半天 整个云层还是比较偏厚 但是降雨几率会下降下来 天气逐渐好转 礼拜六的下半天也会下雨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我们北部的天气 其实变化的还蛮频繁的 要特别留意天气的最新资讯 在温度的部分 明后两天是有稍微回升 预估低温可以来到18到19度 中午高温可以回升来到24到25度 所以基本上白天算是舒适 但是早晚还是会有点偏凉 要特别留意的是 礼拜四的清晨 一直到礼拜六的清晨 温度都是比较偏低的 只有15到16度 中午高温也只有21到22度 所以礼拜四到礼拜六的这三天 对北部来说是比较偏冷的 那么南部的话 在天气的部分基本上在礼拜六之前 都是可以看到阳光比较晴朗稳定 明后两天的温度 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回升 优估低温可以来到21到22度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27到29度 所以白天会觉得有点热 早晚会有点偏凉 礼拜四开始 也会稍微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低温稍微下降来到20度左右 中午高温大约是27度 慢慢的下降来到25度 另外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中部 因为中部的清晨低温 可能还会比南部还要再来 在更低一点点主要是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 那么中午高温还似乎也会有点炎热的感觉 所以中部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那么另外提醒大家 礼拜二开始也就是明天 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 北部的降雨明天会稍微缓和下来 气温也会逐渐回升 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偏凉 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室内的空气品质 因为随着季节逐渐进入冬天之后 大家可能不太喜欢开窗户 所以有一些像是感冒了病毒或是病菌 容易在室内累积也比较容易造成感染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么预计在礼拜三的晚上开始 将会再有一波冷空气南下 在北部方面的话 预估最低温可能有机会再下降到15度左右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